推開宛如廟裡門省的大門 今年的松山文創園區充滿熔熔年味 除了自煙工廠大門四大門省連畫 及北門的掛前剪子外 文創大街還有長達60米 共24幅神龍圖騰的剪子團花窗框 1至5號倉庫廊道窗框 也設置了四幅大紅喜氣的陡方春蓮 加上16個古蹟消防專箱 呈現年獸傳奇 廚房造成老鼠駕驢等十個連結故事 這是松山文創園區與英文漢森出版 合作推出的民俗文化創意裝置展 邀請民眾重新認識台灣民俗故事 重回童年過年歡樂時光 一起找回台北傳統年味 大國農年是希望透過各種的裝置 或者是藝術包含剪子團花的剪子 都散落在園區的每個地方 所以整個園區大概有230隻龍 都還不含我們的神龍護體的貼紙 這件事情第一個是 整個在松山文創園區 大家最熟悉的文創大街上面 有24個窗框 大概就有24面的我們講 叫做剪子團花 所以這裡面大家應該可以認真仔細看了一下 每一個團花都是 小時候應該大家都有剪過紙吧 剪子團花 每個顏色都是很特別的顏色 這增加了蠻多園區過年的氛圍 那第二個是園區過去的整個大門 我們大概有好幾個門 門神這件事情 也是今年把它帶到松山裡面來 所以都希望說透過門神來守護園區 邀請大家來松山走春 那另外是松山一直都有消防栓箱 全園區大概有16個消防栓箱 也透過消防栓箱來介紹龍的過年的故事 那同時間我們今年也來個大師講堂 都講給你知道 就是講一下 大家真的都忘記怎麼過年的 龍的過年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年大概一系列都希望說 把台灣的年找回來 園區還有一個超夯的景點 就是園區吉祥木收家上 農民守歲竟然在鍋爐房 煙沖口趴著睡著了 下方還押著銅錢 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押堆錢 這個好玩的諧音梗 不但成為遊客打卡樂點 也兇戰都來插花 打算把松鴨賞拉起來 我們的那個松菸的代言人松鴨賞 他在睡在錢上面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押睡錢 歡迎大家都來這邊拍照 就讓你新的一年 滿滿的錢可以睡在上面 除了民俗文化創意裝置展 松菸封個店家也配合春節 推出多項期間限定優惠商品 像這家高雄知名清草第三代 北上展店的賣草人家 就有888的促銷專案 還有連結燙金紅包 我們今年過年的話 特別推了一個888的活動促銷方案 那這個是全手工 就是從老胚布還有植物原料採收到我們烘焙炒製的過程 那這個的話就是裡面是很舒服的泡澡包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888的馬里都會有 我們平常是沒有的 那他活動期間是即日起 然後就到情人節當天都可以 大家可以來換購這個小禮物這樣子 對那另外的話我們就是有推一個我們現場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做一個禮盒的組裝 那我們有一個很漂亮的提籃 那另外比較特別是這一個就是龍年的燙金紅包 那它其實結合台灣老窗花的浴衣 這個龍其實是可以隨時拿起來 然後你可以把它貼在你想貼的地方去做一個祈福的概念 那這個燙金紅包的話 就是也有一點望出好日子迎接龍年好龍年這樣子的意味在 另外結合手作甜點與植栽的圍兔 則推出了手作體驗課程 那消費者自己製作可以吃還可以提的春蓮糖霜餅乾 並且只有調戲 最近剛好過年嘛 就是華人的習慣就是有寫春蓮這樣 那有別於就是純粹是寫春蓮 我覺得更應該結合我們家品牌的特性跟產品 那這次剛好就是配合說 我們可以使用類似糖霜餅乾的方式 然後製作一幅大概15x15公分的春蓮 然後用糖霜 黑色糖霜 然後在上面很像寫春蓮的方式 然後寫一幅屬於自己可以吃的春蓮這樣子 那就是為了配合就是可以從春節一路到元宵的部分 那我們也特別把這個春蓮餅乾的部分呢 我們也把它設計成可以像燈籠一樣提著 所以這個體驗活動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長久 然後也是永續的 那第一個是也不會破壞神態環境 然後也可以食用 然後又可以喝起來同樂這樣子 過年期間遊客還可以跟著龍的傳說在園區集張 集滿9個神龍章 可完成神龍拼圖春蓮 並兌換青龍紋色貼紙 在園區拍照打卡則可以現場製作 獲得金光閃閃的龍蓮紀念碑 春節期間 園區還有來自日本、韓國、芬蘭、荷蘭等 12島精彩的藝術文化展覽 以及韓國超人機IDOL的 Super Lady、快閃展獸等 讓松山文創園區陪你大過龍蓮 記者張其燈台北報導